2021年10月11号 原规外围环流所带来的豪大雨 造成了文兰村外围道路排水沟 因为太小而使得两旁的农作物被淹没的情况 影响到农民们的生计 文兰村长特别像秀林乡公所和华林县政府曾请反映 而在今年的4月初终于完成了排水沟的改善工程 保障了农民们的农作物不再受到水淹的灾害 2021年10月11号原规台风造成了豪大雨的风灾 让文兰村外围道路两旁的农作物损失残重 原本要采收的菜园全部鸡毛在水里面 10月12号新南许中卫 休闻下当文明贵也前往现场听取文兰村长田文采 和休闻下面代表蔡北伙的说明 新南许中卫也当场采买农民们立即采收了酸菜 休闻下当文明贵也一同来响应 来体恤农民们的辛苦 经过半年的4座文兰村外围道路4座完成了 文兰村长田文采感谢新南许中卫 休闻下当文明贵和休闻下带蔡北伙的协助 来完成村民们的需求 这是文兰村外围道路的排水沟 因为已经40几年了都没有修上完成 因为每次台风下带雨都影响到我们村民的农作物都会淹水 这次真的是感谢我们花园县县长许申卫 在去年的年初我们在虚宁江湖所基层座堂会的时候 村长提德案也真的是感谢我们的县长能够拨一点关心我们文兰村拨一点新贵 把我们这个建设把这个水沟已经建设完成 这样让我们农民能够有安全的 他们的农作物能够不再淹水了 在这里还是谢谢我们的许申卫县长 还有我们红玫瑰乡长以及蔡北伙代表的协助之下 能够完成这一条排水沟的工程 文兰村的田文采表示村内的农民可以说是相当多 占了全村二分之一强 因为南区还是以农民人口居多 而这是新建新的大陆和排水沟工程 让村民们在农作物上提升的经济价值 也映造了快乐农民幸福的部落宴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